第五百九十集 魏纪二 魏文帝黄初四年 鬼卯公元两百二十三年 春季正月 曹真派张击溃吴军一步 攻占江陵的中州 二月 诸葛亮到达永安 曹仁率步兵骑兵数万人进军如虚 先放出风声说 要向东进攻线西这个地方 无军的如虚守将诸桓 就立刻分派部队增援线西 这援军刚出发没多久啊 曹仁就直接率大军直扑如虚 诸桓得知自己中计 又急忙派人追回增援线西的部队 这支部队尚未返回 曹仁已经杀到了如虚 当时 朱桓的守军仅有五千人 部下将领都惶惶有畏惧之心 朱桓对他们分析说 两军交战 胜负的关键在于将领的水平如何 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寡 朱桓认为曹仁指挥作战的能力 会比我朱桓还要高明吗 兵法所说 远来进攻的军队 要超过当地防守军队的一倍 是就平原旷野 没有诚实坚守的情况而言的 也是针对双方战斗力相同的情况来说的 如今曹仁智勇不足 再加上他率领的兵将胆怯畏惧 同时又是千里跋涉 人困马乏 我和诸位好汉 高聚奸程 南临长江北靠山岭 以意待劳 就地做好准备 就能制服前来送死的敌人 我们必将百战百胜 即便曹丕亲自来 我们尚且不需要担心 更不用说区区曹仁了 于是诸环掩齐西谷 显示出虚弱的样子 以此来诱导曹仁 曹仁派儿子曹太进攻如虚城 又派将军长雕王霜等人 乘牛皮游船袭击如虚附近的中州 中州是诸环的亲兵部队所在地 他的妻子儿女也都在这里 蒋记说 敌人聚守长江西岸 船只停泊在上游 而我军却进攻中州 这是自杀式做法呀 曹仁不听 亲率一万人留在陀 作为曹太的后援部队 诸环分派将领进攻长雕 自己抗击曹太 曹太烧毁银盘退走 诸环斩杀长雕 升秦亡霜 临阵杀敌时被杀死淹死的卫军 有一千多人 以前吕病重 吴王问他 如果你的病情不能好转的话 谁可以接替你的职务 吕蒙回答说 朱然胆略过人 注重品德操守 我认为他可以接替我的职务 朱然是九贞太守朱智的外甥 本来姓施 被朱智收为养子 当时为昭武将军 吕蒙去世 吴王授与朱然伏结 镇守江陵 曹真等人包围江陵 打败了孙圣 吴王派诸葛锦等人率军前去解围 再一次被夏侯上击退 江陵城内外断绝联系 城中许多士兵患辅肿病 能够参与战斗的人大大减少 只剩下五千人 曹真命令士兵堆土山挖地道 临城立起五顶高台和墙弩 向城中放箭 箭如雨下 守城将士都大惊失色 朱然却泰然自若 非常淡定 没有丝毫恐惧的神色 他还不断地激励将士们 帮助他们积极地寻找敌军的薄弱之处 率军出击 攻破敌军两座营垒 卫军包围江陵 长达六个月 江陵令姚太 率军防守北门 见敌军力量强大 而自己的守城军队兵少 粮食也将吃尽 就害怕守不住 搞起阴谋诡计 去贿赂为军的内应 被诸然发掘后处死 当时长江水浅 江面狭窄 夏侯上企图乘船 率领步兵骑兵 进入江陵中州驻扎 在江面上架设浮桥 以便和北岸来往 参与制定这个计策的 卫军都认为 这样一定能够攻克江陵 董昭却上述文帝说 五皇帝志勇过人 用兵却很谨慎 从不敢像你这样 轻视敌人 打仗时 进兵容易退兵难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平原地带 没有险阻 退兵都困难 即使要深入进军 还要考虑撤退的便利 军队的前进和后退 不可以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想象形式 如今我们在中州驻扎军队 是最深入的进军 在江上架设浮桥往来 是最危险的事 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 而且还是非常狭窄的道路 这三者都是军事行动的大忌 而我们呢 却正在做这样危险的事情 如果敌人集中兵力 攻击浮桥 我军稍有不慎 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中州的精锐部队 这些精锐部队将统统归于无所有 这件事让我非常忧虑 可以说是寝食难安 而谋划此事的人却很坦然 毫不担忧 真令人困惑不解 另外 长江水位正在上升 一旦暴涨 我军将如何防御呀 如果无法击败敌人 就应该保全自己 为什么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 还如此莽撞无知呢 希望陛下认真考虑 文帝立即下诏 命令夏侯尚等人迅速退出中州 吴军两面并进 卫军大队人马只从一条通道退缺 挤在一起 一时很难退出 最后勉强撤回北安 吴将潘章已经制作好了卢尉法子 准备烧卫军的府桥 恰巧夏侯尚率兵退回 没得实施 十天过后 江水暴涨 文帝对董昭说 你的预料竟如此准确 当时又赶上闹瘟疫 于是文帝即刻命令各军 全线撤退 三月初八 文帝回到洛阳 另一号变化 一号变化 三号变化 三号变化 三号变化